每年4月中旬是斯里兰卡的传统新年 其中一个过年仪式就是用铁锅把牛奶煮沸 不过今年大家煮牛奶的地方不在自己家里 而是在总统府前的广场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乌俄战争等外在因素影响 再加上国内政治的动荡 斯里兰卡陷入了自从1948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风暴 民生物资严重短缺 民众要求总统贾帕克萨下台的街头示威活动 已经持续长达一个月了 不过尽管国会议员部长及官员纷纷辞职 总统贾帕克萨仍然企图扭转劣势 他先宣布暂停偿付外债 导致斯里兰卡的债信品等被国际信品机构砍到了垃圾 接着他又下令从这个星期18号开始关闭股市暂停交易五天 逼得证券交易所的员工也加入了抗议行列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 斯里兰卡转而向一带一路的好伙伴求救 希望中国能够提供25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735亿的援助 但至今没有下文 因此他18号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协商 寻求40亿美元 大约1160亿新台币的贷款 避免因为占物违约 让食物 燃料 药品都短缺的情况继续恶化下去 近新闻 甘心轩 林立卫报道